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运动社电视频道的新闻节目 今天节目的整容有 越共中央总书记长伯仲主持召开反腐败指导委员会第22次会议 中国 美国 日本对越南海蟹进口量大幅增加 夏龙湾继扇2022年全球十大最佳理由目的地榜单 17号上午越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主任阮副仲 已在河内主持召开中央反腐指导委员会第22次会议 就2022年上半年任务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同时部署下半年核心任务 会上职委会一致认为 近段时间反腐败和反消极工作仍有序有效推进 并取得新进展 彰显按照越共13大决议加强 并且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反消极斗争的决心 上副仲总书记在徽上发表结论性讲话时强调 越共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 已经指导实施多项全方位同步 强有力的解决方案 建立坚权党和国家预防和打击腐败行为和消极现象的赤肚体系 他要求继续加强和提高检查 监督 监察 甚至工作的遮量和效率 阮总书记详调 抓紧准备并积极引导省级反腐败指导委员会 尽快做好组织整顿 制定和健全贵账制度和工作流程 加强引导和检查 提高运作效率 坚持克服上热下冷的局面 世纪层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 8月17号在主席府越南国家主席阮城福会见以色列前总统埃胡德巴拉克 阮城福表示 越南与以色列有着全面的合作关系 以色列已成为越南在该地区的重要伙伴 希望双方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合作 他表示 以色列非常重视人力资源培训和人才培养 这是越南需要接见经验的领域 目前越南正在实施监设数字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 同时致力于确保安全和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 这政府希望越方可以学习以色列的网络治理经验 以色列前总统埃胡德巴拉克表示 这是他首次访问越南 他说 两国合作空间很大 合作余地较多 他相信 两国关系不仅会促进政府间的合作 也会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8月17号出席 由越南农业学院举行的《创新创业之旅》 继2022年就业节活动 范明正总理在发言时强调了农业对越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并表示农业是越南的优势 政府总理范明正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两年度来 农业彰显了其作为越南经济和粮食安全支柱的地位 2021年 越南成为世界最大的农林水产品出口来源地之一 出口额超过480亿美元 范明正指出 越南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 因此农业创业需要依靠三个支柱及创意能力培训 营造创业环境 为创业者提供资金和法律支持 这是农业发展核心农村建设中的突破口 政府总理强调 越南十分重视创业创新问题 它建议发展创新生态体系 促进学生的创业精神 助推学生改变思维 敢做敢当 激发学生创新创业梦想 强化校企对接 当天上午 政府总理范明正与越南农业学院的主要领导干部 专家和科研人员进行交谈 范明正表示 该学院应不断努力创新教学和研究思维 注重科学技术和数字化转型工作 将教学与科技转让相结合 创造新产品 加强国际合作等 至此越南与老挝建交60周年和月老友好合作条约45周年之际 越南常驻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及市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同老挝常驻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及市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16号晚配合进行传织友好歼面会 越南驻市内瓦代表团团长黎世雪梅大使在歼面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 与老特殊友好全面合作关系 是两国的无价之宝 两国人民始终奔着纯洁共正的国际精神 守望相助并成为不可多得的 也是伟大深厚珍贵关系的典范 李世喜梅希望与会的两国年轻代表外交官继续继承和发扬良好传统 使越南关系更加克制续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老挝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拉萨米·克奥马尼大使表示 越南两国常驻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及市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在多边论坛和其他事务的传统密切配合 充分体现出两国的特殊关系 助力加强越来越两个民族的传统友好关系 17号上午 越南计划与投资部非政府组织光源社区健康发展研究院 同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在河内举行 加强越南促进性别平等工作的财政资源 性别平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性别平等目标的中央目标之一 期待从中央到地方的争扎相结合 和行业地方发展计划制定者各级地方预算编制者的参与 两个国妇女发展署驻越南代表初首席代表 玛丽舍菲尔南德斯表示 近年来越南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复权中取得适多重要成就 然而当前面临的这个挑战 就是越南性别平等承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工作缺乏财政资源 两个国妇女署以东元和推介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 将性别平等略入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的工具 确保各性别平等成果得以实现 纽约国际礼品及消费品贸易展在纽约甲尔寺中心举行 信来自三数各国家的约950家企业参加 越南在展会上设有国家馆 在越南驻纽约贸易促进办公室和越南手工一品进出口商协会的援助之下 越南八家手工一品出口企业已参专 展示从咸水草 竹藤 毛线和糖尼手工制作的玩具 礼品和家具等产品 这是越南手工一品进军美国市场的大好机会 美国是越南手工一品最大出口市场 占出口总额的35% 我们都希望越南的商品能够在该市场上站稳脚跟 越南对外出口的手工一品最大优势就是附加值大 厂房投资费用小 特别能有效利用农村劳动力 参加纽约国际礼品及消费品贸易展的八家企业 一位7000多名劳动者创造军业机会 我希望越南手工一品出口商协会将继续从越南中美国代表机构保持配合 为让越南手工一品增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搭建桥梁 越南手工一品比较牛侧色 尤其是手工制作的繁殖品 刺绣品比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美得多 越南各家手工一品企业于2004年开始按照 国家贸易推介计划参加纽约国际礼品及消费品贸易展 一些著名品牌包括平阳省咸渊微竹腾编织工一品 通塔省监性手提包 盒内光荣淘气 胡志明市平和玩具 或平阳省明荣淘气等等 据越南水产加工和出口协会的统计数据 截至7月15号 越南海蟹出口总额超1.11亿美元 同比增长41% 中国 美国 日本和法国是越南海蟹四大出口市场 占海蟹出口总额的92%以上 较去年同期相比呈现出猛增态势 其中中国对越南海蟹进口量增幅最大为76% 超会3700万美元 美国对越南海蟹进口额为3800万美元 同比增长27% 其次是日本和法国市场对越南海蟹进口量分别同比增长51%和60% 其次 中国从7月起开始放宽对越南海蟹的简历规定 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世纪亚洲网站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称 苹果供应商力讯亲密和富士康 已经在越南北部开展测试生产 从而首次在中国外生产这些设备 关于MacBook生产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在越南建立测试生产线 然而将大批量生产线转到越南进程较为缓慢 其原因与新冠肺炎型有关 越南正成为苹果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之一 为美国公司生产平板电脑和苹果耳机 据行内专家Apple Watch生产要求更高的技术和技能 在越南正努力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技术生产领域的情况下 获得生产该设备的机会是越南迈出的一大步伐 据日近亚洲 在越南拥有生产设施的苹果公司供应商数量 已从2018年的14家增加到当前至少22家 谷歌 达尔和亚马逊等各大电子产品生产商 也在越南建设工厂 亦实现生产活动多样化 美国国际开发署代表表示 越南正经历能源需求急剧增加的时期 但同时控制污染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因此需要大量资金开发的清洁 可靠的能源项目变得更加必要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美国国际开发署为越南的城市能源安全项目 提供了总额为14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 旨在改善援助框架 调动投资资金 并促进在能源领域采用创新解决方案 越南的城市能源安全项目将在新港市和胡志明市试点展开 为了实现所提出的目标 该项目势力的总额为250万美元的创新挑战基金 为潜在的试点项目提供资金 创新挑战基金的目标是自助城市能源系统的20项试点项目 被选定的试点项目可以获得高达10万美元的资助 在越南注册运营的组织 特别是女性领导的在交通运输 兼助用电销率 发电 数电和电力管理 以及用水销率等领域 有突破性想法的组织将收到鼓励 越南卫生部预防卫生局表示 目前越南乃至世界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 呈攀升之时 越南已出现传播力强的奥秘可荣性变种 日军新增确诊病例约2000例 病例数量呈反弹之时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预防卫生局向各省市卫生厅局 就加强新增确诊病例报告和管理工作 发出紧急通知 预防卫生局建议 各卫生厅局保持数据核查常态化 及时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数 以更准确地反映疫情形势 各地继续严格实施确诊病例数报告制度 并在卫生部系统上进行更新 同时各地要密切监测疫情动态 尤其是新冠肺炎变异株的发展动态 实时更新疫情风险等级 以便及时进行调整 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减少未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 同时钻手加急传染性疾病的 病例数申报和报告制度 据加拿大的Travel旅游网站的评价结果 越南广宁省夏龙湾已晋升2022年全球十大最佳旅游目的地榜单 在榜单上排名第五 根据该网站 这个世界自然遗产以美丽的石灰年山脉 仿佛科幻电影画面的景色吸引着牛客 探索夏龙湾的最佳方式 是乘船长扬在翡翠色的海水及清新的空气中 对于许多外国游客来说 夏龙湾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 被视为越南旅游标志之一 这个奇观已成千上万座岛屿 无数的洞水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生态系统 深深吸引着游客 夏龙湾位于包括白子龙湾和吉普大尔在内的大型综合体中 面积约1553平方公里 有大小岛屿1969座 在探索夏龙湾的美景时 游客很可能会迷失在形状根据角度和光线的变化而变化的十年岛屿世界中 凭借了特殊的地貌特中